今年由40多名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生组成的游学团 参加休斯顿大学城中分校百游计划的游学行程 捷讯前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1月22号举办了一场烤肉欢迎晚会 邀请了休斯顿城中大学校长 休斯顿警察局长与学员共进晚餐 陈嘉宴处长致辞时表示 这项计划的交流增进了双方友谊 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 显得格外有意义 出席参会的休斯顿城中大学校长 王文润及休斯顿警察局长 阿特阿斯维德去年先后访问台湾 对台湾人民的友善印象深刻 希望这一次前来见习的游学团 回台后能善用所学 未来能与国际警察连线 一起打击国际犯罪组织 我希望你会回到你所学习的国家 包括台湾和美国 所以非常重要 要有这些专业 然后要知道 当你加上纪录 和纪录犯 我们必须要有关系 我希望 当你离开这里 你会离开新朋友 新同学 新的想法 这旅程是 一开始 与美国的互联系 带着游学团前来 见习的团长高大宇 认为学生了解 美国警察的执法情境 有助于日后 在警校学习的成效 一手创办百优计划的 修大教授王小明 希望透过这项学习计划 能提供学生 更多新的警察执法观念 每次我们都有 很多的学生来这边学习 可以观察不同的 执法文化 不同的执法情境 让我们提认到 这个警察的 需要国际上的一些合作 然后彼此的相互帮忙 还有彼此的经验分享 这对于我们打击犯罪 预防犯罪来讲 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学生在学生时代 如果有机会 可以接触到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执法情境 对他们的未来资产工作 会相当的有帮助 今天带了40位学生 来到这边 我们有做很多 实务单位的参访 然后也学习到 美国当地的警政 像是如何去做巡逻 还有当地警察 怎么执法 那这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计划成立于2002年 在2005年的时候 我们与在台湾的中央警察大学结盟 自此以后 每年警察大学会送一团学生 到我们USD来 今年是我们第14团 也是最大的一团 总共有40位学生 在两位教授的带领之下 来我们修士顿学习两个礼拜 在这两个礼拜之中 他们参观了HPD的Academy 还要到Harris County的Jair 以及这边的法院 消防局等刑事司法单位参观 透过这样的活动 他们能够学习到 美国刑事司法机构的操作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换学习 他们能够有新的观念 将来回去 不但能够帮台湾的治安 做最好的贡献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面 有关国际的合作 共同打击犯罪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希望这些新生的 未来的警察 能够为世界的治安 做更多的贡献 当天参会由教育组长 周慧怡串起每个环节 警察局长Azvedo 特别与在座学生近距离交流 并在会中赠送一套制服 希望与中华民国警察大学的这份友谊 能长长久久 I want to present to all of you as I think a really a token of my personal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the university and the work that's going on just a reminder that Ardolf Saavedo Lisee from Houston actually went to the university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display this as a reminder of our friendship that it's not just a friendship from yesterday from today from tomorrow bu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and I hope you'll accept this of all of us at the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i